美国市场昨夜经历的上述重大变故究竟何? 不合乎逻辑,其实只需关注一项市场指标的变动,就能得到答案。 这项指标就是智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。 根据CME美联储观察工具,周二通胀数据出炉后, 美联储下周加息一百几点的概率已经升至了33%, 而一天前,一百个几点的加息幅度根本就不在人们的讨论范围之内。 当时市场几乎完全相信美联储将在本月加息75个基点, 仅剩下的10%微弱压住,还是认为美联储可能只加息50个基点。 但一夜过后,眼下人们对美联储加息的讨论, 已瞬间从50或75个基点升格成了75还是100个基点。 早在今年夏天就曾高喊过美联储可能加息100个基点的夜村, 在昨夜再度成为了率先跳入100基点加息阵营的大行。 值得一提的是,除了100个基点加息预期的浮现外, 当前更为需要人们保持的警惕的, 很可能是本轮加息峰值的上益。 期货市场的投资者目前压住美联储的基准利率到年底将达到4.17%, 而在通胀报告发布前的预期是3.86%, 这意味着即便9月最终还是只加息75个基点, 11月和12月的两次会议也将在加息整整一个百分点。 最终,市场当前预计美联储本文加息的峰值将在明年3月达到4.33%的水平。 最终,市场当前预计美联储本文加息的预计美联储本文加息。